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给出的材料 通常是一篇文章 阐述并维护一种观点 并同考官进行辩论 在这部分当中 我们可以理解为考试分两部分口语测试 第一部分为单独口语表达内容 也就是针对已给出的文章进行某个观点的表达 第二部分则是考官就同一主题正对考生提出的观点进行提问 并与之进行对话 所以这一部分为考语互动内容 第二 在考试中 考生需要阐述自己对某个主题的看法 这个主题将有一篇十几行的短文引出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 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 我们不能对文中出现的句子进行反复阐述 而是需要针对文章所提及的观点进行提炼 然后得出自己的观点 也就是Exposer votre propre opinion sur un sujet 在考试期间 各位同学在拿到一篇十几行的短文时候 我们会有三十分钟时间进行准备 在三十分钟时间中 需要各位同学做到的事 Durant la phase de préparation qui dure trente minutes vous devez définir la problématique 首先最重要的是 在三十分钟准备时间里 确定论题 也就是您所想要论证的问题 随后 organisez vos idées 组织观点 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 需要提炼 组织您自己的观点 因此 我们在口语表达这一部分学习课程中 il faut apprendre à 各位同学要学会 第一 vous exprimez avec conscience 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第二 prendre en charge une série de questions 处理他人提出的问题 第三 élargir le débat 扩大辩论思路 第四 précisez vos idées 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们将针对这样四部分的学习内容 进行讲课和练习 加强各位同学的口语表达能力 那么 有同学会问 comment préparer l'exposé 如何准备考树呢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准备考树 la préparation de l'exposé 5步骤 il s'agit d'exprimer votre opinion à partir du sujet qui vous est donné pour ce faire vous devez savoir 根据您所拿到的文章 有针对性的提炼自己的观点 论证就是根据所给的题材发表观点 因此需要 第一 définir une problématique et rechercher des idées 所以 我们要做到的第一步骤是 确定论题 définir une problématique 然后 rechercher des idées 寻找论点 第二 construire un plan d'exposé 第二个步骤 拟定口述提刚 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的是 trouver un plan 我们需要找出提刚 制定提刚 第三 articuler votre discours grâce à l'introduction la conclusion et les transitions 第三步骤 通过导言 结语和过度语 将口述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articuler 这里是说 讲 陈述的意思 同时 也有连接的含义 此处有双关语的意思 在这一部分当中 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l'exposé 口述 总体上分成三步 第一部分 为l'introduction 引言部分 也就是导言 第二部分 为论题的正文部分内容 也就是le gore 第三 是我们说的 结语 la conclusion 在这三个部分中 我们必须要用到 l'introduction 过度语来进行串联 有机的将它们结合在一起 在这一部分 涉及到 l'introduction 我们先前在书面表达的课程中 已经学习过逻辑关联词的串联部分使用 逻辑关联词在口语表达中同样使用 因此请各位同学如果有时间可以将我们已经学过的关联词进行复习 巩固 在口语表达中 在口语表达中能够有机的将口述的各部分内容有逻辑性的连接在一起 使我们的口语表达结构完整脉络清晰 逻辑合理 另外在言言和节语部分 在口语表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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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在口语表达一开始 就给别人留下两好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是为什么 在口语表达中 在口语表达中 所以 在口语表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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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表达方式 Pensez donc à noter les idées que vous exposerez pour l'introduction et la conclusion 记得 将您要在导言和节语中表达的观点 在草稿纸上 一定要显明 在这一部分当中 特别要注意的是 l'introduction 在言言部分 一定要简洁明亮 明确提出自己的论题观点 让考官或者是聆听者 能够迅速明确的理解您所要表达的观点 而在供语表达中 结语部分 需要对您先前所展开的观点进行一个总结 提炼 或者是对您已提出的观点进行一个强调 再述 结语部分将体现您口语表达整个部分的完整性 你也可以把这两部分的内容写出来 而且也只有隐言和节语部分是有可能全部写出来的 在这部分当中 当然有时间准备的限制 另外 由于隐言和导言部分的内容相对比较简短 而且又是在口语表述中 至关重要的两部分内容 所以 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记录在自己的草稿纸上 但是对于证文内容 第一 我们在时间上是没有充分的时间 将全部内容都书写在草稿纸上 另外 关于证文部分内容 我们强烈建议各位同学 是写出您的每段内容的提纲 而且 在提纲中 我们还需要 préciser avec les exemples 用具体的实例来认证 你相关所提出的论点 因此 在证文部分 我们是不建议各位同学 将所有所要表达的内容都记录下来 而是只记录下重要的提纲内容 另外 还要特别提醒各位同学的是 在口语表达中 日常用语并不适合正式的交际场合 所以 在口述表达考试中 一定要注意语言的级别 虽然口语表达的用词和句型结构 有别于书面表达 但是 毕竟 在口语表达的正式场合 我们还是需要注意 口语当中的用词规范 因此 这一部分 对于各位同学 法语的词汇 以及句型 等技能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好 那么 这是关于整个 我们所要学习的欧标法语 背二级别的口语表达内容 进行一个总体论述 那 presentation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主题学习 在这一课中 我们将从简单的 parler de soi 谈论自己 这一部分 口语表达 着手 开展训练 parler de soi 谈论自己 主要涉及的是 monologue suivi 单独连续表达 因为在交谈过程中 人们常常需要略略谈及自己的事情 描述自己在某种场合的反应 感受等内容 所以 今天我们在做主题学习当中 parler de soi 谈论自己 我们就会对这一部分进行锻炼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 看一下parler de soi 谈论自己 我们到底涉及的是哪个主题内容呢 涉及的是 le stress 压力 无论大家是学生 学习的压力 还是你是上班族工作的压力 le stress 我们社会 生活 给予各位同学 无处不在的压力 所以 关于le stress 压力这个话题 我相信各位同学 一定有深刻的体会 并且也能将自己所经历的亲身经验 作为具体实例来进行阐述 le stress 当然 关于这个主题 我们要来具体看一下 究竟会涉及到哪些问题呢 Selon selon les enquêtes les français sont de plus en plus nombreux à se sentir stressé 请您围绕下列问题 思考 您就这个主题 所能谈论的一切 题目 给出了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 êtes vous sensible 您有感受到压力吗 第二个问题 在哪些情况下 您感受到了压力呢 首先我们先针对 这样两个问题 进行思考 先给各位同学 五分钟时间准备 准备时间完毕 不知道各位同学 针对这样两个问题 是如何开始您的阐述 请各位同学注意 我们阐述所用的动词 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 陈老师可以给大家 针对这样两个问题 建议各位同学 可以使用这样的句型结构 进行开始论述 je prove ou je éprouve ça cheque fois que éprouve 感受到 体会到 je prove 我们用的现在时 表示 您现在 还会感到压力 je éprouve 我们用的是 passe convozé 符合过去时 表示 曾经感受到压力的时候 ça在这里 在这里口语表达 我们指的就是 le stress 压力 cheque fois que 指的是 每当什么样的时候 我就会感受到压力 另外我们还有一种句型 在前半部分我们看到的是 ça第一 第一是口语中的表达 其次在这里 我们指代的是 也就是压力 我们看到动词不同 arive 就是发生 同样是产生发生 se manifeste se manifeste 指的是表现出 体现出 same point 同样的 指的就是 使我感受到 sa commence 我们是开始 但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就是 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感受到了压力 那么在这里 我们用的是 刚在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个关联词 这是一系列的句型结构 我们一定要学会的是 动词 例如 soproduire se manifeste 这样的结构 另外还可以 c'est vraiment lié 真的是和什么相关的时候 我会感受到压力 comprément 是起到一个强调作用 lié en 指的是 与什么 有关系 有关联 那么在这里 就是涉及到 什么样的时候 我会感受到压力 另外还有这样的句型 c'est particulièrement fort quand particulièrement 副词 在这里强调的是 形容词 for 强烈的 当然在这里 强烈的我们指的是 stress 压力 c'est particulièrement fort 特别强烈的感受到压力的存在 g'o' 在什么样的时候 情况下 c'est d'autant plus que d'autant plus que 是更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感受到压力 同样是起到一个强调作用 另外还有一种 le bire le bire c'est quand le bire 在这里是 mouvet 这个形容词的最高级 le bire 指的是最糟糕的情况 是c'est quand 当什么样的时候 此外 我们还可以用到这样的句型 这里是表示压力的一个增加 同样的 我们的主语 s'指的是 le stress 位于动词都是表示 加重 更加严重 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动词表达 第一个 s'est quand s'est quand 代词式动词 指的是增加 增强 s'a augmente augmente 我相信各位同学一定非常熟悉 指的就是增加 另外 s'engrave s'engrave 在这个代词式动词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形容词 engrave 严重的 因此 s'engrave 就是变得更加严重 这三个动词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 所以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gong 我们这一些压力会加重 增加 或者是变得严重 所以 请各位同学注意 陈老师给大家列出的这一些例句的开始 是引导我们 针对上述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 et vous sensible au stress 您感受到压力了吗 以及第二个问题 donc'est la situation l'éprouvez-vous 您在怎样的情况下 会感受到压力 来做这样的回答 描述 紧接着 让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quels sont pour vous les facteurs du stress 对您来说 压力 有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同样的 针对这个问题 陈老师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思考 有哪些原因 哪些因素导致了我们有压力的产生 感受到了压力 我们可以列举 比如说 le temps 时间 la surcharge du travail 工作的超负荷量 la difficulté d'une dash 一项任务的困难度 l'ingressivité des autres 别人的刺激 挑衅 当然还存在着 对于别人 给你造成的竞争压力 还有 le fait d'être au milieu inconnu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这样的情况 也会给大家带来压力 我相信 对于这个问题 quels sont pour vous les facteurs du stress 哪些起因会给你造成压力 我相信大家的答案 一定是多种多样的 因为每个人对于压力的理解 以及个人的一个处境 都是不同的 所以产生的压力的因素 原因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一部分 各位同学 可以罗列出 不同的名词来表达 还有一个问题 Comment se manifeste le stress pour vous 对您而言 压力会怎样体现出来 表现出来呢 Quel est-ce fait pour du dire 压力会产生 带来怎样的后果 影响呢 针对这样两个问题 同样 陈老师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进行思考 我相信 这样两个问题的回答 作答 更加是个性化的 因为每个人 当感受到压力之后 他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 例如有些人会失眠 有些人会变得特别的激动 等等 那么同样 在准备时间当中 请各位同学具体说明 好的 请作答 时间到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陈老师给大家通过一个练习 来完成这一部分的回答 Placez les effets suivants en positive ou negative 请把以下结果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 那么这就是压力带给我们 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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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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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revoir